好的 那目前受到高壓籠罩 這個晴朗穩定的天氣 大致上可以維持到週四 那週四晚上有一股東北風下來 不過剛下來的時候 水氣還不多 一直要到週五跟週六 這兩天這個東北風 在海面上帶了水氣才足夠 在淫風面帶來一些降雨 不過這個降雨的量跟這個時間性 都不會太劇烈 就是有一點點局部短暫雨的現象 那他的所攜帶的冷空氣 從這個電腦模擬資料也看出來 他其實冷空氣並不強 所以主要的溫度變化 會因為是在淫風面上面 雲量增多了 所以會有一點轉涼的現象 其實在低溫方面 是沒有下降的這個現象的 所以下一波是很弱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 這個衛星圖上面可以看到 各地都是晴朗的 不過還是可以看到一些雲層 從台灣上空飄過 不過這些雲層 基本上你如果從注意天空的變化的話 他大概都是屬於一些高積雲 也就是說他感覺上還是晴朗的 而且是透光的 都可以看到藍天 所以今天各地還是這種晴朗的狀態 那我們從雷達回波圖上面 也可以看出來各地 並沒有太明顯的降雨回波存在 有的話就是在北邊的雷達 有稍微看到一點點 不過但是這些雲層 都所攜帶的水氣都不夠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實際上 就是雨量圖上面就看出來 通通沒有降雨的現象 氣溫又比昨天稍微回升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高溫 都有來到這個二十六度 在南部甚至於很接近三十度 二十九度多 低溫的話 清晨的不設冷卻 還是帶來比較偏低的溫度 大概這邊量測到的 都是這個十二度 十三度左右 那事實上有些地區 還是降到了十十度 這樣子的情形 明天還是有浮射冷卻 白天的話 溫度會比今天差不多 再高個一度左右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明天的低溫降雨預報 顯示出來還是一樣的 就是以晴朗的這種狀態 持續下去 剛剛講的 他會持續到週四 我們來看一下從天氣圖上面就可以看出來 主要臺灣都一直受到這個北邊 這個從大陸移出來的大陸高壓 他到了海面上以後就逐漸的有點 從海面上是比較溫暖的 所以他會有變性的現象 也就是說會使得他的氣溫逐日的緩步的上升 不過這個上升的幅度並不是很大 到了週四的時候 新的東北風下來 週五週六 就是東北風的影響在淫風面上面 北海岸東半部 有一點絕部短暫雨的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背風面天氣都是還是穩定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氣溫的狀況 在明天以臺北市為例 還是會回升到27度 後天跟週四都會到28度 所以是緩步的回升 感覺白天都是舒適的 低溫方面在市區大概還是15 16度左右 這一個沿海一些平地 局部的平地還是可以降的蠻低的 所以清晨的話還是要注意這個氣溫 那到週五週六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高溫的下降 從28度降到24度 低溫甚至於還是維持原來的這種狀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明天開始還是晴朗穩定的 一直到週四 但是日月溫差就比較大一點 因為他白天基本上是舒適 到有一點微熱 那早晚還偏涼 還有一點冷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這樣的天氣 那週五週六的話 就是在東北風的影封面上面 北岸東半部有局部短暫雨的這個機率 以上是最新的氣象